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员直播就是有提到了这个整体的一周的这个走势跟比特币接下来要如何进行操作 那如果你是我的会员记得要去看这个直播 好那我们先去看比特币 那其实在周图整体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它是比较弱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一次的反弹都没有到这个箱体的顶部整体的蜡烛收盘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断的收得越来越低 尤其是这一次的那现在如果说接下来是跌破了 大家就要去留意 目前的这个整体周图的一个支撑是测试了很多次都还没跌破的 所以它还是抱着一个希望 那如果说接下来还是没有跌破 那就是代表了这一个奖会是形成的周图非常强的一个支撑 那如果是跌破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大回调 大家就需要去留意的 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那这个是一个下行通道 这个下行通道大家就需要再次的去留意 这个刚才所提到很重要的支撑 那接下来的这个支撑如果是没有撑住 它跌破了这个支撑 我们就能看到更底部的这个位置 25200是第一个要关注的一个支撑 那接下来讲会是24000这个位置 也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0.618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我们从这个底部拉到顶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去留意 这个就是0.618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看它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下行通道的这个支撑 那我们拿走这个下行通道 之前我影片就有提醒大家就是这一点 它的这个高点呢并没有抬高 而是不断的降低 而这个新低呢也是不断的创出新低 如果接下来它是跌破了这个支撑 往下去跌 那它就是再次的创出这个新低 那整体的走势呢将会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在这里画上一个趋势线 那在这个趋势线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它正在走的就是一个下降三角形 那下降三角形在教科书里面是一个看跌的形态 因为它的这个高点呢都是逐渐的就是降低 而这个支撑位置就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 我们从这个位置来到这个支撑 那我们来看下跌的位置呢将会是到这个22123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这个是之前震荡的一个区域 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形成了假跌破 这个位置形成了假突破 现在回到来这个箱体内 那接下来跌破 大家还是可以去注意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在这个位置做到了空 那接下来就只能跌破右侧去解这个空了 那其实在这里哦 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时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做空信号 但是这个时间是早上6点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睡醒哦 可能都还在睡眠中 睡眠有操作到 那为什么这一个位置是很漂亮的 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画上一个阻力 而且它是Fibonacci的0.382的位置 好你可以看在这里 刚好是0.382的一个位置哦 在这一个 而且测试了非常多次的一个阻力位置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这么快的就在这里去挂单哦 最好呢就是你注意它的价格行为 也就是说它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是没有出现这个反弹回到来上方的 那大家千万不要去做多 如果它是直接这样的去跌破 并且没有收回上方 接下来往下去跌 那其实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右侧去做空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在这一个位置没有接到这个空单 我个人呢现在也是在等着它接下来去挑战这个位置 去找一个操作机会 那如果它是像之前一样的插针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做多信号 就很像这里插针的一个做空信号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大家可以去留意 它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机会 到底是接多的一个机会 还是接孔的一个机会 大家就要去注意接下来的价格行为了 如果是跌破了做这个空拟的止损设置在上方 那是非常漂亮的这一个盈利空间 大家可以去留意之前的这个止层的位置 就在26117还有就是25782 那如果都跌破呢将会是看到25200 这个的盈亏比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这里是有700多点 这里呢是有高达1300多点 而你这个亏损呢其实也不大 大概是一个100多点 6月份是代你飞的两周年 接下来我们有这个线上免费的抽奖活动 只要你有使用我的连接去注册 就可以得到这个很高充值福利 还有就是20%的返现 我跟交易所配合做了这个两周年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除了我自己送出的奖金奖品奖励以外 那在这个社群你点击之后你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的这个活动 Bybit和Nikki代你飞有做的这个两周年活动是额外送给大家的就是100U送30U的现金 只限200名所以你可以马上注册 如果你要加入DNF VIP的代单群 原价是126美金每个月的现在只需要99 还有就是3万的交易所送出的这个充值奖励等待大家去领取 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BigGate的活动也是配合Nikki代你飞的两周年去做的 都是整个6月份会给大家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呢就是好运连连转好运天天转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详情里面有PS5有送出USDT等等的奖励 好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四小时图 它都在这个震荡区域里面去震荡了 并还没有出这个方向的 那以太币我之前有提到了很重要的这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就是在这个区域1830到1835的这个位置 那上一次的这个插针并没有到这个支撑 所以就没有去接到了这个多 那它再次的反弹是到这个之前前高的一个阻力位置 是并没有突破了这个阻力区域的一个位置 然后就开始下跌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目标价位还是一样的 大家要去留意的就是这个1830的这个位置 去找这个操作的机会 接下来它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出现了这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呢 那我才会去接这个多 如果没有呢 这样将会是跌破继续看空到这个1757的一个支撑位置 这个支撑位置是之前很主要的这个支撑 我们看以太币的一小时图 今天比特币的差针就是在早上的6点 那以太币其实它是没有突破这个阻力位的 所以你可以配合这个比特币来找这个以太币操作的一个机会 在这里这个位置的盈亏比呢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位置你做了空 你的止损设置在突破就止损离场 那现在的这个盈利空间是非常漂亮的 有一个48 那下跌到这个支撑的位置真的有75 所以现在的比特币和以太币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震荡区域内 大家就要去留意它接下来的重要主力和重要支撑的价格行为 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大方向 因为它盘了这么久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大方向 大的一个行情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